6个C,又能看到加4人中了 打了这么久了,只输过一把 这个车队,看一下,遇到的是黄衣之主 4黑,打黄衣 我觉得呢,黄衣之主,宝屏都够呛 就你就想一点,就比赛里面都看不到黄衣的,对不对 上来拉一波点,抱一波点,拉一波点,然后先知鸟一套 这个阵容特别,这个阵容是带先知的,鸟一套 黄衣之主击倒人的时候,估计外面三台机都不止了 上来,第一个点,遇到6C 两个字歇逼,这还怎么打 抓个勘探员,抓个机械师我觉得可以啊 手,然后手飞机械以后,开门战又挽留宝格屏 速手一拍可以,但没有关系啊,还有鸟呢 还有磁铁呢,卡梦的勘探 我相信 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四黑的鸟 不要吓人呐,卡子哥,你这个 哎,什么情况啊 卡梦这边磁铁没吸 是啊,先知这边鸟没给上 不是,这说实话呢,我觉得稍微的要说一下了 这真不是我的问题 他们的配合,你们看我们,对吧 昨天今天之前,看到那几场 那打的都是神一样的配合呀,对不对 那这里的话,这操作,你看突然间出失误了 你能,你,我能想得到吗 我想不到的呀 出手风口子 看来源这边两块磁铁先知这鸟 这鸟总不可能给不上吧 骗出来了,可以的,跟薄命重叠 吸一手 由于前期的一个击倒还是比较快的 所以说这边,雄者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这边的话骗 反绕 放狗 这只狗放的还是蛮有点想法的 把你再骗回来 然后一根触手 有一树一只黄一只树打得很聪明啊 智力型选手 操作本身就已经很强了 这智力还这么高 文武双全 挂过去要干扰这边的密码机 这里带的是巨钱吗 嗯,这里的机子算下来 没有薄命的话是不够的 没有薄命的话是不够的 他们得有薄命 然后还得这边卡梦再溜起来 触手封前面的板子 飞轮有没有好啊 飞轮 飞轮应该是好的 他第一波在牵制的时候 飞轮就已经交了嘛 这边应该是有个飞轮的 所以这根触手应该是可以用飞轮躲掉 但躲掉以后 他能不能再吸手 能不能进交互就不知道了 因为这根触手你躲了 如果进不了交互 也没什么用 对吧 再一根触手 好,这边封住你 看探员 撑得住吗 密码机 还差 那这样卡梦挂飞 大副 一块怀表 他们得 这把要三人三跑 得先知吸出一只鸟才行啊 先知的话这边应该是个飞轮 抓鸡血狮 找先知 地窖就在这里 先知有飞轮 乘风破浪 紫 难道你又要来创造奇迹 切闪了 他闪 好稳啊 这黄一之主啊 他完全知道 球者这边的一个想法 他也知道我这边 即便留着这个闪现 我切传送 等到击倒这个 先知再传送过去那边 门也开了 打了个平局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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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把我觉得还是前期 这卡梦和先知都没有能够打出他们最顶的操作啊 多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